大多数鱼都充满了健康的脂肪,这使其成为任何餐食的营养补充。 由于大多数鱼都没有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,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瘦蛋白质来源。 在许多类型的鱼中发现的健康脂肪酸,具有一系列健康益处, 例如欧米加3以其抗炎特性而闻名,对心脏健康至关重要。 实际上,它们已被证明有助于预防关心病。 温哥华的注册营养师安妮坦曾说,您只需要每周两份鱼,即可满足你对欧米加3的需求。 每份约为75克,一张扑克牌大小,那么哪些鱼是最健康的呢? 第一三文鱼,在脂肪鱼中,Simon被称为最健康的鱼。 除了极高的欧米加3含量之外,鲑鱼的粉红色还来自其丰富的S-Dixon含量。 这是一种与降低胆固醇有关的抗氧化剂。 鲑鱼也充满了维生素B12,我们需要形成红细胞和DNA, 并有助于大脑和神经细胞的功能和发育。 就整体健康和福祉而言,B族维生素是至关重要的。 基础研究还表明,B12可以减缓60岁以上成人的大脑体积损失率, 并可能有助于治疗抑郁症。 第二,沙丁鱼,Sardines像鲑鱼一样。 沙丁鱼也是欧米加3的重要来源,但它们也是钙的绝佳来源。 它是强健骨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沙丁鱼也自然含有维生素D,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通常沙丁鱼罐头相对便宜,但野生沙丁鱼是相对最安全、健康的选择。 第三,沙丁鱼,Cold富含铃,这有助于您的身体,利用和储存食物中的能量, 并与钙一起食用,以帮助建造浓密的骨骼。 铃还有助于调节心跳,并促进正常的肌肉和神经功能。 雪鱼还包含锡,在维持甲状腺激素代谢中起着关键作用。 第四,彩虹尊鱼。 Rainbow trout中的欧米加3含量很高,充满了必需营养素, 例如维生素D,维生素B12和0。 而且,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说法,鱼的最大健康益处之一是, 它含有低水平的拱和其他污染物。 第五,青鱼。 Macro是另一种充满欧米加3和维生素D的健康鱼类, 它还富含0、辛美、甲和维生素B12等。 青鱼在灵芝鲜丝氨酸含量方面,击败了所有其他鱼类。 灵芝鲜丝氨酸是促进脑部健康的一种脂肪物质, 可以有助于防止记忆力丧失。 此外,怎样碰饪鱼的方法也很关键, 蒸鱼被认为是最健康的选择。 由于鱼的肌肉纤维比触肉类短, 因此需要在高温下以最短的时间做熟, 以防止其干燥。